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曾经的暴击流吕布 哪怕是强如肉坦的程咬金在他面前都扛不住三刀 但随着版本的变迁也让吕布成为了老九们的一员 于是为了找回自信金木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准备带着吕布重回巅峰便掏出早期的暴击出装 没想到效果却出奇的好 就连万血的程咬金在他面前都能被打成脆皮 连同射手同样也被轻松拿下 此时金木才意识到带货源才是吕布真正的宿命 而在明文方面就是八个货源外加两个无双 绿色和红色则是十个虚空和货源 这样做是为了让暴击流吕布的属性最大化 那么带上货源的吕布究竟有多强 就让我们赶紧跟着金木的视角来看看 来到线上金木就拿出了吕布强大的压制力 不仅将程咬金狠狠压制 更是利用一技能覆魔后跳出大招对位完成单杀 这让蒙圈的程咬金无比蒙圈 然而尽管如此程咬金却不以为然 则认为吕布上波只不过是运气好 复活后就准备找金木一较高下 殊不知这个举动却再次把自己送回了泉水泡走 反观金木则不慌不忙等他撇脸后再跳出大招 不给机会直接利用一闪收下人头 带走程咬金后金木也戴上了得意面具 奇料这却引起了观众的不满 太无敌 也难道是错吗 直播间的人你们也不要吵架程咬金 知道吧 你们跟着程咬金没什么区别 如果碰到我金木 不服收了知道不 你们直播间的来了也不是要被我逃的 是不是 经过两次单杀也让程咬金意识到了不对劲 为了防止再次被单杀果断猥琐在塔下 直到五分钟两人才再次迎来较量 结果金木的刀刀暴击把程咬金看得目瞪口呆 好在及时按出大招才逃过一劫 然而看着程咬金残血金木并不打算放虎归山 则是配合队友先推掉一塔 然后等程咬金出来再跳出大招打他一波措手不及 即便程咬金开出大招依旧不是金木的对手 随着上路打开优势金木开始越战越勇 这波直接带着队友入侵野区输出拉满 鱼姬只是看了一眼就被无情顺秒 此时金木才意识到霍原才是吕布真正的打开方式 随后金木再转到下路 顶在前面暴击伤害打满 白色暴击看得弹幕眼花缭乱 9分钟双方在上路爆发团战 队友在正面吸引火力金木则从后面包抄 等对面反应过来想撤退以为是已晚 程咬金只是多看了一眼就被秒掉 连同干将也被两刀送走 最终一波团战下来对面直接被打了一波团灭 而金木也掌握了11-1的战绩无人能打 即便是程咬金这样万血的坦克在他面前也犹如脆皮一般 更是扛不过三刀就领了饭盒 哪怕是鱼姬开出二技能都无济于事 很快这把比赛在金木的带领下就推上了敌方高底 面对这个战神般的存在对面根本招架不住就接连倒下 只剩下一个橘右金想要守住水晶毫无办法 将橘右金带走后金木也是一波平推结束了比赛 然而这还没完 等游戏结束后金木又打开了对面聊天的聊天记录 没想到这个举动却把金木看得喜笑颜开 你叫吞天兽吗 他出了攻速阶我打不过他 快来 你自身自卫吧 你们自己玩吧 这车眼镜这么腻贴 我看的是咱俩谁打幸运分 我这几个腻贴者